網站六四天網的創辦人王岐同時是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的負責人 也是一位人權捍衛者 2019年7月他被四川省綿洋市法院以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 以及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剝奪政治權利4年 沒收個人財產2萬元 之後四川省高級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在同年12月24日王岐就被送入四川省巴中監獄服刑 根據維權網的消息 王岐90歲的母親蒲文青已經全身器官衰竭 血壓高因為站立不穩要靠拐掌行走 然而至今當局仍然有派人貼身陪伴 而蒲文青向《大紀元時報》記者透露 她現在身體情況不好 早前臨床診斷患有肺癌 但是因為全身器官衰竭年事已高 無法做手術 醫生只能為她開止痛藥 她還表示目前最想見獄中的兒子 已見兒子要有監獄批准 不過她就表示 他們想讓你見就讓你見 不想讓你見就不讓你見 根據維權網的消息 王岐在獄中曾經遭受虐待 時常是被其他犯人嘔打 導致腿部受傷 身體健康極差 有腎功能衰竭危險 患腦積水 心臟病 肺氣腫和肺炎等多種嚴重疾患 而她保外就醫的申請多次遭當局拒絕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啦 subscribe 啦 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啦 哦 哦 嗯 哦 哦 哦 感谢观看